这一回呢给大家演示一下网信云 之前我说过啊 这个是可以利用闲置带宽赚钱的一个平台吧 然后在赚钱里面的话 插爆料的话应该是最赚钱的一个设备了啊 那这次的话很多朋友呢不会安装 如果说你家里有这种不用的笔记本 那就最好的那种安装 今天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网信云啊他自己也没有出这种视频教程 这边呢显示啊 手把手教学实现日转600元 主要看你的带宽的啊 如果带宽低的话 那肯定600元是赚不到的啊 我先直说了啊 但是呢同样的情况啊 如果说你买这个盒子 那你还不如自己用个闲置笔记本好 笔记本说实话 电费啊也不会很贵啊 好 其他东西啊大家自己看啊 这个 差不多激活码 这个是免费的 现在啊 以前是一块钱要买的 那右盘的话我这准备好了啊 64级的右盘用于做U启动啊 好了 首先的话就下载第一步啊 就下载镜像啊这个的 下载就不用说了吧 第二步步的 这边的话这个就介绍啊 我不管了啊 也是下载一个软件啊 windows下 推荐使用这个RUFUS的一个软件啊 是刷文件 把这个ISO文件啊 就下载下载这个系统啊 进下文件写到这个U盘去 写到U盘去之后呢 插到 插发露设备上去 就跟那个普通的我们 Win10系统安装的方法是一样的啊 现在都是用 U盘安装 那么我现在装好了啊 我给大家 演示一下啊 怎么去写录啊 好 这是我的 X86的相关的文件 我点开好 这么啊 这个文件呢 那进下文件这边选择一下啊 选择我选择这个啊 插发DVD 好 另外的话 这边分区类型啊 他默认就是FMBR 这个不用去改他 文件系统的话 选择这个FATS2啊 不要选择MTFS啊 默认的决心了啊 其实都很简单啊 就直接选择这个决心了啊 不用改了 但是这个设备的话要看清楚啊 我这个是金士顿的一个 U盘吧 你不要写到自己吃盘上去啊 好 点开始啊 这边的选择ISO镜像啊 好 这个有个 信息告诉你这个文件会被擦除啊 也是很快的 我的配置还不错 好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休息一会儿 让他自己去复制这个ISO文件啊 大约需要几分钟吧 我这边还是挺快的 我的话花了大概两三分钟吧 好了 全部完成了 显示准备就绪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点开始了啊 你可以点关闭 关闭之后呢 USB的话你可以拔掉啊 注意不要热插拔 你可以移除硬件 这样方式比较安全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可以把这个U盘拆下来 放在你的设备上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U盘插到我们的中端上去啊 中端的话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台词机 一个服务器 一个笔记本 当然我说了 闲置笔记本应该算最简单的啊 因为我这边呢 还连个线啊 我这边有DP 接口跟DVI接口 这个还不一样啊 这不管它了啊 反正就把它插上去啊 插上去之后呢 把网线插上去啊 如果说你用无线的话也可以 最好的话我建议用网线啊 减少这个丢包好 插上去之后呢 最好呢 进入这个BIOS啊 设置一下这个启动顺序 有些的话是比较新的笔记本 它是按F2或者按F12啊 可以直接切换这个启动顺序 什么叫启动顺序呢 安装系统的朋友都知道啊 就是要从U盘启动去安装嘛 那如果说你真的没有的话 老笔记本的这边的话 你可以打开这个BIOS啊 BIOS的话这边有个boot啊 就是启动的意思 这边有个选项啊 这边选项一选项二选项三啊 那么这边的话 HDD什么意思呢 机械硬盘的意思啊 默认的话它是零的第一块硬盘 那我要把切换顺序切换一下 比如说这个金斯盾的这个 U盘啊 我把它放第一位 好 那么你就把这个键盘啊 按下键啊 这边选这个第一个啊 按回车之后啊 这边就可以选择了啊 你可以选择第三个 比如说像我这个金斯盾的好 这样的话就成功了啊 把它变成第一启动顺序了 这个时候呢 我保存设置保存设置 你要把这个向上键啊 然后切换到这个save and exit 然后呢 再往下这边啊 c5changers啊 保存这个变化 保存设置和退出吗 你就选择yes 就退出就可以了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进入一个系统了啊 就是ISO文件的系统啊 那么这个系统的话就是 网信云定制的啊 这个默认的话 应该是CentOS改的系统 那么这边的默认的话 是第二个选项啊 是白色 这看见没有 颜色是不一样的啊 一般的话是前绿色的话是 未选项啊 已选项的话是白色的啊 测试啊这个媒介物质 说呢这个文件啊 是不是完整性啊 并且安装X86 好 我们选通这个 按回车见诀性了 好 到达这个页面啊 我这边显示两个磁盘啊 第一个磁盘是零号磁盘啊 零号磁盘的话 实际是其实是我的数据盘 第二个呢一呢是sdc的啊 是我的系统盘啊 是30gb啊 默认的话 他也会选择选择一个小的安装 这个系统啊 这边问我啊 是不是要被格式化啊 跟我说确认一下 按 why啊回车 好 接下来的话 他说啊 另外的磁盘也会被找到了啊 被找到的话 你要不要格式化啊 格式化的话 数据会就是非常危险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选择why啊 这边呢 有些时候呢 他因为我装系统是今天装了两回啊 那这边的话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他说磁盘被找到之后 问我哪一个要装系统啊 装system啊 这边的话0是数据盘 1的话 我就选择个小的磁盘装这个系统盘 选择1 这边输入1啊 好 就这样子的啊 输入1之后呢 这边他就会安装了啊 就按yyy啊 这边的话到达一个啊 网卡设置的话 默认来说的 我觉得直接按s就行了 但是我为了方便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按0 我可以看到这个网卡设置啊 也可以选择静态 也可以选择动态啊 一般来说的话 我建议如果说不是很懂的话 就选择这个动态吧 dhcp啊 自动分配 自动分配的话 这边要输入续号啊 那个选项 那么1啊 好1输入完之后 我就按s啊 s的话就把保存设置进入下一步 进入啊 这个界面的话下面有绿色图条的是吧 这边有592是吧 592的话要他叫 这种任务对列啊 在安装的任务对列啊 叫跑到592 你看到我这边跑到15啊 14啊 等任务全部读完之后啊 要注意啊 最好不要离开电脑啊 如果离开电脑的话 他又进入一个下一个安装了啊 今天我跑开了一趟 他照安装了好几遍啊 那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要跑开了啊 你等一下啊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你不去选项的话 他会自动选择第二个啊 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到了这个界面啊 你安装好重启了 这个时候呢 你手动把往下拉 从这个本地磁盘启动啊 因为系统已经安装到本地磁盘了啊 就像这样子啊 往下拉啊 白色就是已经选中了啊 那么 这个本地磁盘启动 好 本地磁盘启动的话 他会首先会显示这个客户端的麦克地址啊 你不用管他啊 他会自动分配这个ip 好 会出来这种okok的选项啊 然后呢 再启动啊 这边的话也是在启动这个界面 刚才字比较大是不是啊 现在他自动变小了啊 好 启动完成 ok 那到这个地方了啊 这边的话他会显示一些数据啊 比如说激活状态 微激活 首先的话 我们要先激活一下啊 把他激活一下 按回车键显示菜单啊 我们按下回车 网络状态的话 你不用管啊 他其实系统启动之后呢 他会自动获得ip的啊 我重录游戏接过来 就接过来一个网线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激活设备啊 我选择5 按5 然后按回车之后输入激活码啊 但是你注意啊 这个激活码是不对的啊 因为我之前是有激活码的 在网线里面啊 如果说你没有激活码的话 你可以在网线官网上或者app里面 找到这个激活码 或去买一个 其实说不说话 不用买啊 现在是免费的 以前是要买的啊 好 比如说激活码是这样子的 我这个激活码正确的激活码 呃 因为我这激活码呢 以前啊 用过的那个机器呢 已经不再使用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做迁移动作啊 把激活码迁移过来 呃 因为这激活码绑定了手机号码 这边呢 输入验证码啊 验证码收到就行了 如果说你验证码 第一次像我这样子没收到啊 那你就再请求一次啊 第二次我才收到啊 这个时候呢 已经激活了啊 这个是系统的序列号啊 序列号跟激活码不一样 所以说我第一次搞错了啊 这个时候呢 我再按回车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已经激活了 并且已经连接了啊 网关地址是50.1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 最好呢 是把8080端口啊 公网访问啊 这个把9打开啊 其实问题不大啊 不会很危险的 啊 最好的 如果说你不会从路由器上去看 这个机器中端的分配到的IP吧 那么你就把这个列出所有网卡 选择1啊 看一下这个网卡获得的IP是哪个 否则的话 你这个后台登不进去啊 比如说我按刚才按1了啊 我可以看到这个网卡啊 网卡是这个 这个1号网卡啊 速度是千兆的啊 网网卡啊 这边的话 麦个地址 这边是IP地址啊 是50.192啊 记住啊 50.192后面干二的事不用管 好 到达这个界面之后呢 我们首先的话 打开这个IP地址啊 是50.192 然后呢 端口呢 要输进去 8080端口 然后呢 第一次呢 我没成功啊 说说你回车敲多几下啊 就可以打开这个后台了 这边输入啊 SXVUV 出验证码啊 都不对嘛 好 这样通过点这个获取验证码啊 好 验证码输好了 点登录 这边的话啊 其实的话 这定向招募的话 收益会更高 这边这边直接说了啊 这个定向业务收益更高啊 试着帮我推荐吧 直接帮我推荐就行了 自动啊 加入啊 最优秀业务 他可以自动加入的啊 一般来说的话 最好是拨号啊 我这边是dhcp 分配的IP 这边可以看你的省份程式 公网IP都可以看啊 另外这边的话 其实你就操作的空间 说实话 其实挺少的啊 因为这边很多东西都搬到这个官网设备控制台了 你可以点击前网 剩下的话 你可以操作的就是这个磁盘格式化啊 比如说你这个磁盘满了 你想多加一个数据盘加进去啊 那边可以点格式化啊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 这个sdb呢 是u盘 我还没拔掉啊 这个sda呢 是我的数据盘500gb的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 BIOS里面的话 最好把它 启动的顺序设置一下 那设置这个从磁盘启动 下面的话都没什么东西的 设备检测 啊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笔记本啊 你可以吸屏的设置 一般来说我都不管它啊 你笔记本呢 而自动用省电模式的嘛 长期就不动这个键盘鼠标的话 它自动会省电的